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下了几项 第一 劳资关系的定义 第二项是界定劳资关系的领域 第三项是劳资关系的理论 第四项是重视劳资关系的伦理 当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时 必须要以人作为后盾 才能达到企业的目标 然而在经济社会如何满足劳方的需求 并且达到资方的目标的同时 它就形成劳资关系的根本 劳资关系的问题如果产生劳资纠纷 严重地会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反之如果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 那么一定能够产生兼顾生产力的提升 以及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性 因此正式劳资关系与争议 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劳资伦理关系 管理学者对于劳资双方之间的关系 所采取的观点不同 那么因而所谓的工业关系 劳工关系 员工关系 劳雇关系 或者劳资关系等等不同的名称 工业关系这个名称的使用 它是最早 它是传统的名词 主要指的是传统制造业之间 劳方与资方的关系 也就是说 有工会介入的劳工关系 与雇主的关系 那劳工关系呢 它强调的是集体协商的部分 尤其是工会的组织 团体协约的执行 劳资争议的处理 以及相关的政府政策和立法 而员工关系呢强调的是 员工与雇主之间的直接关系 特别是针对工会组织率 比较低的白领阶级 或者特殊行业别的产业 那么劳资关系则是指强调 劳工与管理者的关系 学者Thomas S. Stone定义 劳资关系指的是 他泛指劳工与雇主之间的 相互关系 也就是劳资双方 相互交往互动的过程 包括对薪资 福利 工作情境 以及其他有关雇用的 事宜的沟通 协调 争执 协调 调试 以及合作等等 一连串的活动的范畴 而其最终的目的 乃在于求取劳资双方的相互利益 Cocain 这个Morazic & Campbell 则认为 劳资关系的运作架构 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 外部环境 第二 企业层级 劳资关系的制度结构 第三 绩效表现结果 就劳资关系的过程与演变 持续开展 它的关键在环境压力 以及组织的回应 这两者的互动来决定 表示环境因素 将影响组织的运作 组织也对环境的变迁 提出了因令指导 那么 彭老师 接下来想请您 举出国内三位学者 对于劳资双方关系 以及相关理论互动的定义 第一位学者 我们介绍陈继胜律师 他认为劳动关系 是指劳动者 与雇主之权利义务的关系 以义务而言 劳动者对于雇主 有提供劳务的义务 而雇主对于劳动者 则有给付报酬的义务 对权利来说 以劳动者对于雇主 有请求报酬的权利 雇主对于劳动者 则有请求提供劳务的权利 由此可知 劳动者与雇主 在互动的关系当中 就劳务的提供 以及报酬的给付来说 彼此互付义务 还有权利 成为权利义务的关系 第二个学者 我们介绍陈正良老师 他对于劳资关系 提出下面三个见解 第一个是劳资关系 是工业社会 或者工作环境之中 所发生的劳工问题 所采取的一切处理 第二项是劳资关系 是为求解决雇佣关系中 金钱与权利冲突的理论 技术还有制度 第三项是劳资关系 是受雇者或受雇者团体 以及雇主或雇主团体之间 一切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 与协议的通称 第三位学者是黄英中校长 他认为劳资关系 有下列两项的含义 第一个是由法律观点来说 劳资关系是依据双方 定定的雇佣契约 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另一方面是从社会观点来说 劳资关系是指劳资双方 彼此间的人际情感等关系 也就是指劳资双方权利义务 不成文的传统 习惯以及默契等伦理关系 劳资关系的范围很广 举凡一切劳动条件 包括工资、工作时间、休假、请假 及安全卫生、福利设施 与同工、女工的保护等 非常谢谢彭老师所做的介绍 管理学者Yodel则认为 劳资关系的领域 可以区分为个体领域 以及总体领域 这个部分我们请同学来看一下图11之1 个体的领域 它指的是劳资双方对立 在无法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共识时 会采取直接对抗 或者具有攻击性的手段 来争取维护自身的权益 劳工方面会由工会统筹领导 采取手段 一开始大部分都是由代工来展开 这个开始之后代工就是指 虽然人在工作岗位上执行工作 但是却不认真 如此为降低生产的效率 也会造成原物料的浪费 使雇资造成损失 那如果代工无效 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采取的就是杯葛 这指劳工指的是 为了满足本身的需求 对于雇主 采取拒绝任何交易往来的行动 那么来造成雇主间接的损失 迫使雇主就办 倘若再无结果 那就采取更激烈的罢工 甚至封锁工厂 在此情境况 那么工厂无法生产产品 雇主就会损失重大的损失 资方在劳工组织的压力之下 也会采取强硬的或与雇主之间的联合对抗 加以对抗 那么最先采取的是排工 也就是说雇主将违反契约协议的劳工给予解雇 再不行了怎么办呢 就采取弊厂 也就是雇主的关闭工厂 让劳工丧失工作的机会 那有关这个部分 劳资双方的总体领域 我们续起片刻之后 请彭老师为各位同学来做说明解释 关于劳资关系的总体领域 是指在劳资双方对立 而问题却无法解决的时候 会采取集体的谈判 也就是劳工方面 会由工会出面与雇主 或者代表雇主的雇主团体 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讨论与协商 集体交涉若有结果 就会签署团体的协约 若交涉人无结果者 将由政府经由法律的授权 而以居于第三者的地位来进行调解 若调解不成 再由仲裁机关予以仲裁 若到了仲裁阶段 不论结果如何 双方皆不得申请不服 而且必须成立和解 由此可知 劳资双方如果能够 居于对等的关系和平相处 则能共享权益 反之劳资双方为了自身的利益 采取抵制或抗争的行动 就会由个别对立 形成团体劳资双方的对立局势 越加深冲突将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严重的话还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还有国家经济的发展 好 非常谢谢彭老师的说明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劳资关系的理论介绍 有关劳资关系理论介绍 主要有两大学派 他们分别是第一 由Dunlop所提出的劳资关系理论 第二个是Cocaine 他所提出的策略分析理论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Dunlop的劳资理论 Dunlop他提出的理论当中 主要在说明环境因素 对于劳资关系的影响 Dunlop学者特别说 他将劳资关系的体系当中 视为社会体系当中的刺激体系 不仅强调环境因素 对于劳资关系的影响 而且他进一步指出 技术 市场与权力的所在 以及分配情形 是影响劳资关系当中 成员互动的主要环境因素 Dunlop特别认为 劳资关系主要是由下列 四个主要的要素所组成的系统 这四个要素分别是 第一 行动者 第二 环境背景 第三 游戏规则 第四 意识形态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项的行动者 在劳资关系中 有三个主要的行动者 会对劳资关系的规则的建立 产生具体的影响 那么这包括主要成员 包括了雇主或其行使 代理监督权的管理阶层 以及监督人员 负责发出命令与管理事务 第二步行为者指的是 劳工及其工会组织 任何企业只要存在一段时间 都会有组织工会 获得非正式群体的倾向 劳工有义务服从管理者的命令 第三类的管理者指的是 政府部门 尤其是负责劳资关系的 我们其实看第二大项 环境背景 在劳资关系系统中 环境会受到来自于 比较大的社会系统 与其他刺激系统所限制 所影响 并且会严重地 冲击影响到劳资关系中 各行动者之间相互的互动 那环境背景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 工作地点 与场所的技术特征 技术可能是影响 管理方式的制定 工人组织的形式 管理监督的模式 劳工团体的要求 公共控制的可能性 那技术同时也可能是 工人的数量 工人群体的稳定性 意外的频率 公安事件 教育的训练 女工与同工的比喻等等 决定性的比例 第三 我们称之为市场 或者预算限制 市场与预算 财务预算的限制了行动者 也影响了规模 需求和就业率 第三 我们看到的是 社会中权力的核心 以及权力的分配 这个部分指的是 社会的权力分配 及权力中心 大社会的权力 并不决定劳资的关系 但会影响各种行动者的行为 第三 就是我们所说的游戏规则 这里所谓的规则有三项 第一 设立规则的程序 第二 实质的规范 第三 实施实质规范的程序 在系统中的每一个成员 都有一些相似的信念与思想 面对环境的限制或影响时 经由互动的过程后 会产生一些规则 第四个要素指的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指 在一个劳资关系系统中 各个行为主体之间 共同存在着一个思想的信念 它足以影响系统的运作 Download的劳资关系理论 就是在解释 经由行动者 在相同的意识形态 或者理念之下 那么定在环境背景下的影响 与限制当中 一连串互动而产生的 规则网络 并借助回馈来影响 环境的背景因素 我们接下来请彭老师介绍 1980年代的Cocaine Cars跟Mixery 他等等所提出的策略 选择模式 劳资关系理论的策略 选择模式 是以三个阶段制度架构 作为分析劳资关系的模型 该架构包括了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外部环境 第二部分是企业阶层 劳资关系制度结构 第三部分是表现结果 这个架构指出劳资关系的过程 与演变能持续开展 关键是在于环境压力 以及组织回应的互动 表示环境因素将影响组织运作 组织也对环境的变迁 提出了因应之道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主要指劳动市场 劳动力的特质与价值 商品市场 技术与公共政策 对于这些相关因素的考虑 会影响到雇用的意愿 管理者或雇主 也会因应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 去调整企业的策略 当管理者或雇主 在做策略调整的时候 会受到组织中主要决策者 或是企业文化的信念 价值和哲学的影响或限制 此外在做调整抉择的时候 也会受到历史结构 和目前协商制度结构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 企业阶层劳资关系制度结构 这个部分为三阶制度架构的理论核心 指出劳资关系中有三个层次 最上面是策略决定模式 例如劳资关系制度 政府、雇主代表和劳工代表 三方面定期协商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 中间阶层是集体协商 或人事政策的功能阶层 是指集体协商和人事政策的形成 以及政府为了管理劳资关系 而制定与执行主要的公共政策 最底层则是工作场所 活动包括了工作和组织的设计 工作规则 劳工与督导人员之间的关系 还有政府在安全卫生和公平就业机会方面的 法律规范等等 在这个地方 政策的结果会影响到个别劳工 督导人员 还有工会的代表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 是表现结果 指雇主在企业层次的活动 结果会将影响个别劳工 督导人员 工会社会甚至是雇主自己本身 此外策略选择架构标榜的是劳资双方在行为面的表达 也就是人与环境变迁的因素互动的过程中 所做的不同抉择 这些决定无所谓好或坏 但基本上反映当时的劳资双方在互动关系上希望达成的目标 好 非常新的陪伴好 说明 我们知道从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经济的逻辑下 劳资关系面临到的挑战受到各界的重视 最早注意到企业国际化可能是受到劳资关系带来影响的国际组织 当然就是国际合作经济开发组织 我们简称OECD 他们在1976年通过了多国籍指导纲领 紧接着国际劳工组织也通过了多国籍企业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宣言 OECD多国籍企业指导纲领在2000年的6月修订完成 最重要调整的重心在于强化执行的程序 厘清其全球的适用性 纳入国际核心劳动的标准 即拓展到企业供应链的适用 OECD多国企业指导纲领 是唯一经由政府之间协调后建立对于多国籍企业的规范 而国际劳工组织多年来也陆续选择了八个重要的公约 归纳成为所谓基本公约 其策略是希望透过道德性的说服手段 要求各国政府将多国籍企业与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宣言 它的公约内容转化成各国国内法 逐渐将公约的原则演变成为国际之间通用的劳动规范 在九十年代中期 许多国家的政府与企业开始推动资源性的企业行为准则 以民间非政府组织或亏盈利组织的推动企业资源性接受的行为为准则 要求企业遵守 并接受外部的监督与集合 同时 民间组织也向消费者及社会大众诉求 凸显许多企业利用开放的国家廉价的劳动市场及宽松的法令 违反劳动者自由权的管理模式 以获取暴力的事实 透过消费者的抵制 许多被锁定的企业 尤其是消费性产业的企业 在品牌形象上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因而连带阻碍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因此 某些品牌发展出自定的行为准则 透过国际性的会计顾问公司 或者选定地方性的民间组织 教会 会有契约关系的采购单位等等 进行集合的工作 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将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 生存发展来做结合 对企业来说 履行社会责任不再是成本的问题 而是进一步确保市场的工具 那么有关国内外劳动的原则 我们稍后编辑回来之后 请彭老师为各位同学来进一步的说明 国际劳工组织在关于多国企业与社会政策的三方圈言中认为 多国企业所提供的工资 福利和工作条件 不应该低于相关国家相应雇主所提供的 当没有相应雇主的时候 应该在该国政策许可的范围之内 尽可能提高工资 福利和工作的条件 也应该提供劳工申诉的管道以及机会 因此 企业在实践有关劳工照顾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 除了各国不同的法令规定外 更有许多跨国界共通的标准得以遵循 此外 在企业运作的实务上面 许多企业在与供应商签订相关契约或者是协议的时候 也会要求供应商善尽应遵守法令的义务 并妥善照顾劳工 以免发生重大劳资争议或者是纠纷 在我国上市上柜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实务守则中有提到 上市上柜公司应遵守相关劳动的法规 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劳动人权原则 不得有危害劳工基本权利的情绪 并应建立适当的管理方法与程序 而上市上柜公司也需要提供员工资讯 使其了解依营运所在地国家的劳动法律中 所享有的权利 而且上市上柜公司也应该提供员工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 包括提供必要的健康与急救的设施 并且要致力于降低对员工安全与健康危害的因子 以预防在职业上的伤害 以上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 在企业如何实践照顾劳工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企业所应遵循的标准实际上是相当明确的 且放租是海阶准 不会因为企业的成立国或者是营运国的不同 而有过大的差异 目前存在最大的问题 是企业如何实践这些标准 以达到劳动条件的公平 妥善照顾劳工的问题 好 非常谢谢彭老师所做的说明 我们知道近来许多科技业的大厂 陆续营运不佳 定单减少为由 要求员工要放无薪假 那么当然所谓的无薪假 通常是指减少工时 并降低工资的休假方法 无薪假比照市价的扣薪比例 扣除无薪期间的工资 但休假天数不计入法定市价 每年14天的额度 不过我国劳动基准法 其实无关于无薪假的规定 从民法跟劳动基准法来看 无薪假并没有法源的依据跟基础 然而为了一定近年来金融危机下 受到冲击的本土企业 许多厂商与员工开始采取这种方式 来渡过难关 劳委会因此曾于2008年的12月12日 颁布解释令 声明雇主若遇实施无薪假 需经由劳资协商 纵使双方达成无薪假的协议 资方每月给付之工资 变动 劳保 劳退职提拨等等 其标准都不得低于基本工资 也不得影响劳工的退休金 雇主若未经协商就实施无薪假 根据劳动基准法第14条 第一项第六款之规定 劳工得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 并请求雇主给付资钱费 不过虽然劳委会所颁布的解释 强调无薪假需经劳资双方 共同协商后才能决定 经济地位远不如企业的员工 在事实上完全没有谈判的筹码 以至于协商可能只是沦为行事 因为根据以往的谈判案例发现 虽然资方未经协商就片面实施无薪假 侵害员工之权益 但是劳资双方 事前站在平等地位的十字协商 并不是容易的事 面对无薪假引发的反弹声浪 虽然有些企业提出许多替代方案 但是实施无薪假 已成为企业节省人力开销的选项之一 无薪假背后所彰显的劳工权益维护 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渐渐地受到了重视 有关企业对于劳工伦理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请彭老师为我们举例做一个说明 现今社会动态发展非常的快速 经济主体也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 由于各个产业间的文化不尽相同 像传统产业的文化比较保守 过往人才流动率相对也比其他产业是低的 除了产业文化特性之外 现今人才流动率高 最重要的是企业对于员工的态度 有一些公司还是以买方市场的心态来看待员工 认为双方是一种买卖的关系 要求员工要以公司为家 在这种组织文化之下 主管又采取权威型的领导时 自然留不住员工 随着社会环境的转变 现代员工在心态上 已经趋向于追求生活以及工作的平衡 今天如果员工不愿意在一家公司待下来 这个时候企业应该要反向思考 究竟组织里面有没有满足员工的需求 让他们愿意在公司长久的待下去 以石化业为例 中美和石油化学公司早期面临人才 受科技业股票分红吸引而流失的问题 因此在2008年实施股票入股分红费用化的制度 再加上进行组织改造 一个是推行导师制度 借由资深同事作为导师 带领新人熟悉工作环境 组织文化 达到让新人很快融入组织的目的 第二个是因应石化业的员工年龄普遍偏高 为了让新人有年轻同才学习的文化 借由跨部门的专案 让彼此因合作建立情营的机会 第三是连结绩效评估制度 设立为期六年的留任奖金 吸引人才留下来 好 非常谢谢彭老师的说明 现今员工的角色已被界定成事业伙伴 或者是内部顾客 企业的人力资本 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重要基石 那么所以我们以探讨个案来说 企业知道员工的需求 才能增加员工的向心力 同理可证 企业实施五星驾驶 会降低对员工和企业的认同 更是企业未尽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应该降低将来员工实现社会责任的意愿 因此企业能不能永续经营 最关键的仰赖关系 就是好的劳资关系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下回继续来讨论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